马上要出油高峰了 晒红之后千万不要浓满又美白 不光白不回来 而且晒完变成变老了 你浓满早上 晒后就急修护 今天就手把手交给你们 吃不得 晒完一天 皮肤受到的攻击呢 主要分为两种 底层的发烫发热 和屏障破坏的干燥 第一步 先降温清洁 先用喷雾离圆脸部 喷全脸 等脸上明显的烫感消退了之后 再用常温的水呢 和家里温和的卸妆品呢 把脸上的防散啊彩妆卸掉 滑动点啊千万要记住 不要用冰冷的自来水 因为它只会更进一步的 去对你的皮肤造成刺激 第二步 舒缓补水加修护 基础降温之后 紧接着就是上修护 一般来说是先喷雾 加面膜再加修护油 但其实也可以一瓶搞定 HC底气精瓶 像我一般上完回来 就会用它厚厚的敷衣层 立即修护一下 你需要的舒缓 修护补水 全身打空 主打的就是B5 但其实B5到达一定浓度之后 它的修护能力呢 就到底了 而它家的B5 是和皮肤学家 一起研究出来的 黄金浓度 想法修护功效拉满的同时 还能保持非常清爽的覆盖 再搭配阿列酱母益生菌 稳稳的护注力 被晒坏的屏障 边修护边补 你看看它的质地就很轻盈 上脸也相对清爽 不会有任何忧胆感 吸收速度也真的很快 但是分子太大了 皮肤底层吸收不进去了 也是百搭 那HC这一点就真的很用心 还搭配了院线级别的灌注技术 简单来说 相当于是上了一个 加速器加变形器 包裹住B5 按照皮肤的孔系来随意变形 这不就在皮肤里随意创输渗了 直接给你的肌底层 框框的门灌水 门修护 安抚皮肤情绪的速度 看皮火箭 你们可以根据晒红的地方 局部叠加一到三层 直接把皮肤从病危的状态 给拉回来 那水光感就诱元可见了 其实不仅是旅游啊 或者是军事 这种晒后的脸红啊 HC这一支B5精华 平常你春秋换季 皮肤敏感不稳定的时候 或者是搭配什么常供烧的 ARC啊核酸 都可以用到 那像我日常回稳的话 我会先用他们家的这一套 B5水泳 其中的水先打个底 再叠加B5精华 最后再来一层肉 第二天起床的脸部水水嫩嫩的 是带健康的光泽感 最后再次滑重点 晒后的修护 一定要放在头一位 如果没有及时做好 不仅是后续变成变的 更多皮肤的底纸 问题的全都会冒出来 家中常备的水光冲冷系列 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脸皮